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南海的公开声明 几乎是全面摊牌正面宣战 然而呢在台湾呢 现在呢流血冲突是在立法院监察院的人事 林冠 通常我们说 美好的事 被延续的很糟糕 叫做狗尾序雕 你今天要上中文课 如果这个笨拙的事 继续被很糟糕的延续的话 这叫狗尾续租啦 续租 国民党就是这么租 实在 他们两个礼拜前在立法院抗争的那一场闹剧之后 朱立伦不是就把他们那些立委找去练权吗 所以冲击量 今天可以说是国民党立委他们 练权之后的成果发表会 所以立法院现在是健身房 然后蓝绿就是练权级这样 你看哦 然后尤其那一天 两个礼拜前那么受伤 那很自觉的很屈辱的被压制的这个洪孟凯 你看他首当其冲 他今天是看到谁他都冲上去 冲到第一线一马当先 那当然今天我们民进党也有很多立委 为了维持会场秩序像中嘉宾王定宇他们也是身先世俗 所以他们就受伤挂彩了 不过我觉得今天整个现场可以说是这个有仇的报仇 没仇的养身体 你看这个在这样混战当中也有国民党籍的立委 曾立文 他盘腿打坐 闭目养神 立法院是修行场 大胃上 别人是有仇去报仇 他是没仇养身体 所以这又是一场闹剧 那么我认为其实为什么说他是闹剧 因为第一点 他毫无正当性 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声援 over my day party 你今天这一团为什么没有声援 如果国民党够强的话 那我就真的必须去 去帮我们党籍立委打气 去宣誓个决心 你们王定宇当中嘉宾很强是不是 他们两个杀前锋就够了 今天我们民进党籍的立委 其实都一直牛手 牛薄 真的 你看我们几个很强硬的 其实今天也都还没出手 否则的话 今天国民党也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成果发表会 会再度变成这个伤兵一堆 那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他没有正当性 那他师出无名 那宁光我再一次讲 这是13年前 第六届立委的时候 那时候的立法委员赖清德 当时我也是立法委员 我有联署 所以我知道 当时我们申请释宪 就是说我们要请大法官 释宪的征典 就是说立法委员 辞外行使监察委员 人事同意权 是否违宪 是否违宪 13年前 对 在那一年的8月15号 那那个大法官就做出解释了 但我刚刚做出来的解释 非常清楚在这里 就是说 就是说总统 如果消极不为提名 或立法院消极不行使同意权的话 致使监察院不能行使职权 发挥功能 国家宪政体制之完整 因而遭受破坏 自为宪法所不许 林冠 自为宪法所不许 换句话说 就是违宪嘛 所以如果总统 消极不提名 或者立法院消极不行使同意权 就是违宪 这在96年 那个2007年的8月15号 那大法官就已经做出解释了 那么其次 那我们观察说 那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民进党是怎么处理 这个监察委员 跟考试院的这个提名 因为我们尊重 你总统谁 你是执政者啦 那我们尊重 除非现在修宪 废除监察院考试院 否则那么任何党派 我们都应该遵守 不管你再嘲再言 好了 六年前啊 2014年 国民党马英九提名 张伯雅孙大川 担任监察院 政府院长 那我们民进党同样 在那三天的审查 我们同样进去 对张伯雅孙大川提出询问 那同时行使表决 那么张伯雅57票同意 孙大川60票同意 我们民进党全票36票 表达我们反对的立场 很清楚啊 更早之前一样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12年前2008年啊 当时国民党提名的王建宣当监察院长 沈富雄当副院长啊 我们民进党一样遵守宪法 遵守总统你的提名权 我们进场去行使询问监督 那再来就是投票 那同意权王建宣 740票啊 所以他通过 沈富雄没有过57票 过半的门槛 所以他只拿到51票 所以沈富雄就没当选 所以大家都要按照宪法的体制 不分朝野 共同尊重 这样才对 不过今天倒是 你看今天啊 柯党民众党进场了 对 为什么 柯文哲这些人就是 所以我才说你怎么没进去啊 因为我不是立委 那个 柯文哲叫做 我们姑没当选 你看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这个我们姑 下骨串的人没当选 所以他这个老毛病又来了 你看他今天果然露出马脚 上一次的闹剧的时候 他还保守保持中立 这次他又进场了 他去声援国民党立委 那我觉得他们五席的声援 虽然他们没有动手动脚的 不过这大概就是表示了 柯文哲在向国民党招手 他想借由这一次 去声援国民党立委的闹剧抗争 那么希望能够促成这个白蓝的合作 不过您快 柯文哲主张的 你觉得这个是柯文哲示好的动作 对 很清楚 他想说今天国民党第二场闹剧 也一定是会闹得很难看 所以他要去雪中送炭 然后他要争取的 宁关他是白蓝合作 不是蓝白 他白要在蓝上面 那白蓝当然我们台语念 白蓝 就是白幕 就是很瞎 所以这样的组合 因为不但科党 民众党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核心价值 现在国民党也是跟着整个混淆 国民党你到底要走怎么样的路线 你跟中国 中共你们是要怎么样的继续连结 你要不要切断 这些他们一样是很混的 所以我想注定这样的合作是会失败的 那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整个社会 今天我们整个社会 对国民党这个闹剧的抗争 完全不回应 懒得回应 宁关你看那个立法院外 国民党本来不是说要动员吗 说成千上万民众 说民众的怒吼要展现给执政党听 结果今天 三三两两的那一些来声援的民众 其实很多也不是声援 可能刚好路过 这么热的天 很艰难 很容易中暑 对所以宁关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说这么热的天 还有三三两两 还有两三未去 很艰难 很感人 那有的因为他旁边刚好就 Selfie Eleven 刚好就卖冷饮的 可能人家是在进出买冷饮吧 刚好经过探头看了一下 所以社会完全没有回应 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 最糟糕的地方 表示我们整个社会主流民意 已经摒弃了你国民党 好 我们稍后回来